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众所周知,我国的吃货数量庞大 厨师的技术更是炉火纯青 好像不管什么东西,到了厨师的手里 都会变成一道精美的菜品 所以不少人都感慨过国人真的是什么都敢吃 而且还特别能吃 有不少生物在中国都被吃到了灭绝的状态 包括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种生物 在英国泛滥成灾,在中国被吃到灭绝 简直就是两个极端 这种生物名为七腮蛮 在地球上的存在时间非常长 比恐龙还要早两亿年 从外观上来看,七腮蛮的长相有些奇怪 整体看上去像是一般的蛮鱼 但是身体两侧又有腮孔,就像是吸盘一样 它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 但是因为味道太过鲜美,得到了不少人的喜欢 所以现在它在中国已经被吃到灭绝了 可是到了英国,从中世纪开始 七腮蛮就被视为真修 是上流社会人士比较喜欢的美食 但是如今,七腮蛮的数量却突然暴增 还占据了英国的河流 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因为七腮蛮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 破坏力更强 而且没有什么天敌 所以才会达到泛滥成灾的状态 估计七腮蛮的状态完全出乎英国人的意料 因为当初它被当作新品种引进英国 没想到却变成了当地的一种危害 目前英国环保组织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减少七腮蛮的数量 但成效并不是很明显 针对这样的情况,有网友表示 英国如果多引进几枚中国吃货 可能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大幅度缓解 看过这些之后,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